你们啊,我是西诺 把我师父这样一首的原创 叫做多谢一首麦斯 称给你们 喜欢的话,点赞 散发,评论 谢谢,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他们都说 主播是为了钱啊 对啊,人活着都是为了钱 但是我感觉人活着 也不能只为了钱,对啊 有的生意为了一点别的 感谢你们用耐心 请我读完这一首诗 作为一个主播 很多话我不得说 所以写下这样一首送给你们的歌 想把你们感动 努力喊得生动 当我一次次心痛才发现才艺没用 可能我喊得不好写的词还太少 可能是我太年少了 但是我还没老 看着外面和嫌疑 他都别喊得有趣 当我写完这一句才发现那么无理 你们说的激情 喊不出我的名 也许根本不会赢那单日我不想听 我还记得当时 梦想来的太迟 放下所有的不止我多谢一首拜词 想要不忘初心 用着全力打拼 想要留下我的声音 哪不一定更逊 想要做出成绩 证明我在努力 不敢去想出人头 只想要个妓女 漫漫思通见惯 感谢我心没乱 想要用我年少换那换的音许称赞 什么声音都有 搓出我的心口 对不起我不会懂得还要喊着很久 模仿是因为妖娇 你才会为我笑 我的路那不是王道登 那是我的骄傲 可能我不完美 喊不到的结尾 但是不想做个傀儡 我把我被后悔 有时也在感叹 在为着什么愤然 这条路怎么那么慢的 好像回事不短 他们说国际要硬 千万别忘了本性 都说人的命停定了 但是我不认命 我用我的坚持 换了千百套词 他们说我来的太直 但是我觉得值 既然天空过锤 又有谁会相随 最后忘了我是谁的 不忘我狂这一回 每个人都不容易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样一首 不算卖的麦子 谢谢 喜欢新东朗 点下关注 谢谢